中信金响应了金管会打亚洲杯的政策 今年以来积极拓点 瞄准了有缅甸还有日本市场 那么在缅甸的办事处已经取得了金管会的许可 预计今年底就可以完成生设 一个个员工的感谢 中信金控在1996年 由已故的前董事长郭连松选定松寿路新一总部后 18年来各项业务突飞猛进 从一家19人的小公司到现在成为旗下游9家子公司 1.3万名员工的上市金控 现在正式搬迁到南港总部 也宣告中信金迈向全球决心 搬迁到南港中国信托金融园区 总部发了搬迁是为了扩展更大的格局 今年来积极拓点瞄准缅甸日本 同时进攻东北亚与东南亚 目前中信银在全球高达11个国家 拥有68个海外据点 其中亚洲据点占比达到7成 最新的缅甸办事处也已经取得金管会核准 预计今年完成设点 除了衡量我们这个区域性的扩张策略之外 价格还有这个它未来的发展性等等 都会是必须要列入考量的 至于大陆布局中信金也不敢马虎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 除了既有的上海分行外 预计今年将完成广州分行 以及上海自贸支航生社 未来将规划改成子航模式 进一步深入经营大陆当地业务 分成六个月台北